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杨子能够在演艺道路上,越走越远,绝对不是凭借着自身的颜值。 在普通人的眼里,杨子不仅拥有高颜值,还有一副好身材和超高的演技。 如此一来,她在演艺圈中的地位已经可以和当时的赵薇、周迅相比了。 但是,我们不得不承认,尽管杨子有般配的颜值。 但容貌及天赋这种论调,恐怕只能用在大多数考场做文重了。 其实,杨子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颜值。 更重要的是她在演艺道路上的坚持和不断努力。 她以一份坚定的心态,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。 为此,她不断修炼演技,发扬东施孝平的精神,为自己的事业奋斗。 从《楚桥传》到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杨子的表演总能够打动观众的心。 她在每一部作品中,都能够深入人心的演艺角色的内在情感。 而这一切不是凭借她的颜值就能够轻易完成的。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演艺事业中,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 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能看到一位演员在追求卓越的路上。 不断挑战自我,开拓创新,靠着坚持和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总之,杨子能够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,绝对不是凭借着自身的颜值。 她的前方充满坎坷,但她勇敢地迎难而上,才换来了人生的辉煌。 或许,我们都可以从她身上学习到,美貌并非一切,唯有不断努力,才是赢得成功的通行证。 在现如今这个社会,人们对外贸的追求越来越强烈,许多行业都越发注重外贸的条件。 其中,影视圈更是如此,许多好看的面孔被投入了镜头之下,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而在这个稳坐影视一线的当下,杨子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许多人认为,杨子的事业如此顺利,完全是因为她天生励志,拥有着一张精致的脸庞。 然而,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。 因为,如果只有外在条件,是无法支持他们得到如此大的成功的。 在杨子身上,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她所拥有的人格魅力。 她做事认真,不怕辛苦。 对待每一个角色都会付出很多的心思,这样的努力和用心。 让她在演技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。 而这也让她的外貌更加具有魅力。 同时,杨子也具有一颗勇敢、坚定、有追求的心。 在成为演员的路途中,她一直努力不懈地钻研,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才华。 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停下追求自我的步伐。 这样的态度和实力,为她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综上所述,杨子的事业之所以这么顺利,并不完全是因为她的美貌。 而是因为她那魅力十足的个性所铸就的成功。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,美貌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实力和魅力。 亲爱的朋友们。 让我们一起欣赏杨子演绎的精彩影视作品,为她的不懈追求鼓掌加油。 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更多进取和闪光的力量。 在现如今这个时代,美貌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追逐的最终目标。 大家似乎已经忘了,外表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,还有更加重要的内在素质和才华等等。 然而,当今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人只看重杨子等明星的颜值。 而忽略了他们在演绎事业上的实力和天赋。 杨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,他演技纯熟,能够让角色栩栩如生的悦然纸上。 他所呈现出的角色形象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 当然,他的颜值也是非常出色的一面。 但是,显有人注意到杨子在演绎事业上的真正实力和天赋。 并且把他的成功全部归结于他的外表。 事实上,杨子的演绎事业早已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。 他的成功来自于他的才华,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美貌。 当我们欣赏表演艺术时,我们所追求的是角色塑造能力和演技变现的精湛程度。 我们真正看重的是演员所能呈现的情感和思想的丰富度,而不是外表上的精美和完美。 所以,我们不应该只去看重杨子的颜值,而应该去关注他演绎事业上的努力和天赋。 去喜欢他演绎的角色,而不只是他表面上的美貌。 总的来说,杨子的职业成功归功于他的才华和努力。 我们应该欣赏一个演员的综合实力,以及他所呈现出的角色形象和情感。 外表固然重要,但他不是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。 我们需要在节目上更多地关注演员的表演实力,而不是只看重他们的外表。 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加百花齐放,让演员能够充分地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并在他们的领域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